很喜歡運動 喜歡動 停不到很下來的 最擅長應該都是籃球 之前也有打開 校隊 或者外面夾月組 之前也有打 現在很少打 一來沒什麼時間 也比較少機會 約到在一起 跟朋友一起 會不會以前是校外的封頭感 通常男朋友見像 很多女生 之前真的有玩很多校隊 什麼運動 校隊都有玩 有很多女生 我又不是 不覺得 我不會特別留意那些事情 始終運動是一個很熱血 男生 整個團隊一起去奮鬥 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棒 Yumi呢 運動方面 我這次出席這個 的 會令我想起 其實我接下來的學校 有陸運會 之後我就 我有點興奮 有點緊張 因為我學校的 運動會是我最後一年 參加了 你有沒有報名 你報了什麼 有啊 我今年 就 玩 玩進去 沒有什麼都報 短跑 好像 標槍都有 總之什麼都有 但我忘記了幾樣 我們申請過去 幫他加油 哈哈 你自己擅長嗎 不行 我自己 我覺得我不擅長這些事情 還有 我也是純粹 跟朋友 可能 拉我一齊 進來玩 那些蛇 逼你 對 因為始終都是 做了一年 都想 製造一些 好 好的回憶 嗯 那我 如果運動的話 我就 當然是跳舞 跳舞也算是一個運動 所以 所以 你不參加啦啦隊 那些有嗎 啦啦隊 不告訴大家 可能有 哈哈 哈哈 穿短裙跳一下 我們學校就不穿短裙 我們全部人都是穿長褲 因為現在都 對了 昨天好像下大雨 我想這幾天都很大風 所以我想大家都是穿長褲 的啦 即是 參加錄運舞的時候 都會跳的 嗯 都會 哈哈 哈哈 有沒有留意 Tatel 過了去 更新她的隔壁 她的隔壁 真的不動 她說好像放了妳的照片 和合照 放了妳的照片 很想念妳們 我有看她的VLOG 她的VLOG 還有她這麼快 她不舒服 就錄了一個Cover 然後我覺得 其實在 是的 叫她不要太掛念我們了 哈哈 真的 因為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你有沒有跟她說些什麼 叫她不要掛念妳 我這些當然不會跟她說 哈哈 我不會說 不過我明白的 就是一個人去到 一個全新的地方 要完全 重新開始熟悉一些朋友 一些環境 那些老師 都幾 對一個 對一個 都不大的 女生來講 是不容易的事 希望 可以快點見到她 快點回來 香港都歡迎妳 哈哈 有沒有跟你深一下 那邊 即一個人 可能有時候很靜音 或者很多東西要靠自己 對 跟你深一下 我反而我沒有 她飛前 我有跟她發過 訊息 叫她小心點 take care 但是 反而我沒有什麼 去找她 因為我知道她 很多東西要忙 我看她的vlog 她又要 買東西 收拾東西 整理她的房間 其實她 她已經開始上學了 我見到她 那 我自己也不太想 阻止她 因為她去到那裡 都會認識 一些不同的朋友 還有 可能去到那邊 我未知道去到那邊 會是怎樣 但是 我想都會很難 亦都需要時間去適應 我也知道她會回來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 去打擾她 有沒有說 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未知 確實的時間